今天呢我们继续这个思维漫游这个话题 上一节呢我们通过这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他的那个狭义和广义相对论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讨论呢 来把这个他其中隐含的一些哲学上的一些思路 就是因为这个爱因斯坦本身实际上是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 但是他从幼年的从童年的时候可以说从青年的时候吧 他就读过不少各种各样的哲学书籍 所以这些书籍里面呢隐含那些理念呢 实际上呢某种意义上已经渗透到他的这个 他的这些最伟大的这些物理物理发现上面 那么今天呢我们呢继续沿着这个哲学这个思路往下走 今天的话题呢主要集中在什么呢 主要集中在这个哲学和宗教之间的关系 OK哲学和宗教 这个宗教这个词呢实际上我这里面呢先澄清一下 宗教呢实际上里面呢有大概其呢有两个方面 OK一个呢是宗教 一个呢是神学 OK宗教呢英语叫religion 神学呢叫theology theology OK 神学实际上这个词实际上是可能是在阿里斯多德的时候就出来了 那么这两个实际上什么一个什么概念呢 实际上是宗教呢 呃是一种practice 是一种行为上的一种 行为上的这么一种规范 OK宗教可以说是一种行为的规范 你看去看看圣经 然后按照圣经到这个周末去这个教父去说教 大家就讲这个我捡信这个教我应该是干什么 做什么思考什么什么 就是这种行为规范 某种也是这么一个 而神学呢实际上呢是在这个后面的一种抽象的理性的思维 当然也不能说完全全是理性后面我们看到 就是说我既然信这个宗教 我为什么要信 那就后面要找理由 那他主要的理由的中心就是围绕着这个神和上帝的这种存在性的可能性 OK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要谈的呢 侧重点呢是谈哲学和神学之间的关系 我刚才讲是哲学和宗教之关系 然后更准确的呢 我们把宗教这个先往后放一放 因为宗教实际上这个本身呢 和神学刚才讲不完全一样 我们今天呢主要还是在这个focus在神学和哲学之间的关系 然后后面几节呢我们会慢慢把这个话题呢逐渐再转向这个宗教和圣经里面的一些问题 OK 好 那么那么哲学和宗教这两个概念呢 上哲学当然叫philosophy philosophy上英文的他从那个希腊的词根的意思 phil phil是就是喜欢的意思 热爱的意思 sophie实际上是知识的意思 然后philosoph过去的这个philosopher叫philosoph 就是一哲学家或者是思考家 实际上就是等于说philosophy从定义上 它是一种对思想 对知识 对一种求知的一种热爱 OK 而theology呢 它实际上呢是在寻求这个神学的这个理论基础 那么这两个概念在过去实际上呢 是不是那么清楚的 就是它的分界线不是很清楚的 首先我们先看一看philosophy 就是这个西方的哲学 OK Western philosophy 整个西方 就是今天的这个整个西方的这个哲学体系 包括过去我们讲的美国的宪法 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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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父他们写这个宪法的过程后面都隐含着很多哲学思想 而这些哲学思想上并不是美国人带来的 而是美国从欧洲带来的欧洲从哪来 从罗马那个时候从罗马然后再往前去追逐到哪呢 追逐到希腊可以说西方的这个这个传统的这种西方哲学体系 它的最早的起源是起源于古希腊 那么当然是古希腊以前还有了 但是古希腊呢是一个比较重大的一个历史计算 主要是在这个雅典在这个这个Socrates和Plato和这个这个Aristotle 这几个很著名的这几个哲学家 在以他们为主线 这很很很这个很有意思 就是这个雅典这么小一个地方 然后又是这个附近都是那个连一块整的那个平地都没有的这么一个地方 就突然就冒出这么而且这是祖孙三代 OKSocrates Plato的老师 Plato是Aristotle的老师 就是出来这么三个非常有名的哲学家 主要以他们的体系为中心吧 当然不用不完全是指示他们的体系 而他们的这个哲学体系呢 这里我们不太多讲 原来有一个几个系列也提过 就是他们的这个哲学体系 那么他们的这些像是什么时候呢 他们的哲学思想是形成于大概其公元前500年 大概其OK 就是就是400多年400多年的BC的时候 那么我们一看时间我们就知道 那这时候耶稣还没有呢 OK耶稣是公元零嘛 公元零几年几年三十几年 那时候耶稣才才上十字架 所以就是就是说是这是远远的早于耶稣 换一句话说西方的哲学实际上呢 是早于基督教 OK叫早于基督教 那么从这个基督教开始以后 从这个公元零耶稣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从这个中东 从以色列那边慢慢慢慢形成一个新的基督教以后 这一晃呢又过了2000年 那么这2000年呢 实际上呢就是等于呢 这个这个西方哲学呢 就是就是非常紧密的和这个和这个圣经交织在一起了 就是基督教里面的就是这个哲学里面的很多的思想 很多的思想体系 很多的这种思维方式 很多的这种这种思考 实际上呢都是紧密的和这个圣经和圣经里包含的东西 有紧密的相关关系 意思就是说圣经就是基督教和哲学 实际上在过去2000年呢 实际上有很紧密的这种缠绕关系 并不能说他们完全是分开的 也不能说他们变成了一码事 而是互相有很多的互相影响 而这种影响呢 在基督教以前呢 比较少 主要就是还是以这个 刚才讲的古希腊的那个体系 那么从历史上来看 OK历史上来看 所有的theologian 我刚才可能忘了提这个词 就是theology是神学 theologian是神学家 OK就是研究 就是跟那个philosophy和philosopher philosopher是哲学家 philosophy是哲学 那么神学那是theology和theologian theologian就是研究神学的这些人 实际上他们在过去的2000多年前 尤其是早期 实际上他们本身呢 就是哲学家 OK就是他们就是等于是 并不是说我是神学家 我跟你哲学没关系 实际上他们本身就是 哲学家在当研究哲学的同时呢 也在思考神学的这些问题 换一句话说 在过去2000多年 尤其早一早一段时间的时候 神学实际上是哲学的一部分 因为哲学更广 哲学研究的问题过过更广 我们看看Plato 看看Socrates 看看这个Aristato 他不但研究这种什么这个这个 善与恶 研究正义和不不公正 什么是正义 什么是公正 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什么是知识 这都是哲学范畴的问题 当然这里也有宗教的问题 你到Aristato 他研究的更多 他研究甚至研究自然科学 对吧 研究这个这个物体运动的这个规律 什么这个什么这个其他的这种 就是那个那个那个元素 这个什么世界万物都是几个元素 这都是上都是属于philosophy的 就natural philosophy 自然哲学 因为那时候实际上没有科学 所以呢 就是那个时候呢 实际上呢 当然神学呢 是也是属于哲学的一种思考方式 只不过他的注意力 只是着重在神和上帝的存在性 这个呢 实际上我们在这个这个讲座系列 从前面到现在呢 上就在这方面 我们花了很多的章节 那么在这个这过去就尤其古代 中古代元古代的时候 这个原则当然是人人类的历史的 这个就是两千多年 一两千年的这就过去这段时间吧 实际上呢 真正能够进入这两个领域进行思考的人 你想一想 那个时候是农耕时时代 OK 人们都很这个就是生产力非常非常低 就是那个时候我在哪看到的 就是说一个平均一个人务农 全年务农 他生产的粮食将好够1.1到不到1.2个人吃 好像就1.1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10个人里面去去每年就是拼命的去去去种种粮食 收拾就是就辛苦的种粮食 他剩出来的粮食只能够有一个 再加一个人把它吃掉 就这个人不干活就就什么了 你不像今天像美国的话 百分之一点几百分之二不到的人口 农业人口 结果把美国百分之九十八的人给养了 而且还成了一个全世界的农业助产国 那就说明他的这个农业生产力是不是他的1.1了 是他的几十倍 就是一个农民的这个自己的生产的粮食是几十个人吃的 而那个收拾他1.1 就是一个人生产的将将够 他自己就是收成好了 那可能1.2 1.3 1.4 收成不好了 那就0.8 0.9了 那换句话说他自己都他都不够的吃的 他得把去年的这个存粮的今年来吃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实际上就是说在这个社会里面呢 能够坐在那就是等于是用现在的话 就是吃饱了撑的在那坐屋里面 明思苦想想这种抽象的问题 上帝从哪来神从哪来 什么他什么样的 他只能是OK 只能是什么呢 社会的精英 就是社会精英 这些人呢 他的尤其进入了宗教时期以后 这些人就是那些牧师 那些僧人 那些什么 只有他们才能去 当然他们去研究神学的时候 他们同时呢 去研究哲学 OK去研究哲学 所以就只有这些人 你可以想象一个人整天在那种粮食 还勉强够自己吃 他哪有时间去想这些事 所以呢 这个这是一个 第二呢 就是这个研究哲学的人呢 实际上在那个时候呢 往往都是 就是更加倾向于信神 信这个就是宗教性更强的人吧 只有对宗教性精神层次要求更高的人 他才可能会想到这个哲学里面的一些问题 所以哲学和神学在这时候是紧密相关的 就是从那个耶稣以后 那么那这样的话呢 实际上呢 就是很长时间 就是过去至少过去一千 就是公元几百年 或者公元一千年以内吧 前几百年 实际上这两个领域是一码事 OK 基本是一码事 因为 因为这个什么呢 就是在那个时候 基本就是你研究哲学呢 实际上你一定是在 信上帝的前提下研究 因为没有人不信 那时候所有的人都信宗教 都信这个 supernatural 就是这种超自然的这种力量 因为他不信 因为他不信 他不行啊 他一切都是在这个 他的生活的一切都是不能完全可控的 哪一个洪水就能把他整个这个大饥荒 一个瘟疫 一个洪水 一个什么 就任何的自然灾害都可以使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 请假荡产 这个是死多少多少人 OK 所以呢 这时候还必须去有一种精神寄托 那么随着时间的这个发展 从这个Gutenberg 15几几年以后 就是这个14几几年 15几几年以后 进入了这个 首先进入了这个文艺复兴 然后进入启蒙 那么这个时候呢 一个最大的一个变化 OK 还不是生产力的变化 生产力实际上是有少量提高 但是生产力在过去到到工业革命以前 这个人类的这个文明生产力 一直是非常非常缓慢的往前走 走得非常就是每年的增长非常非常慢 但是在精神层次上 在文化知识层次上有一个突破 就是15几年的印刷数 OK 这个印刷数出来以后呢 一下呢 就把这个什么呢 就把这个 这个 这个从这个 就是进入这种知识范围 或思考范围的这个 这个这个领域的这门槛呢 一下就大大的降低了 OK 过去的话 上社会上的人 基本百分之九十几的人 都是文盲 OK 上这个文盲率上在过去 那是非常非常高的 只有这些 在教堂里面的这些教父 他会读书 会念字 为什么呢 因为是 圣经可能这一个村 一个镇 或者这一个小城 小城只只有一本 那就他手里拿着呢 别人都是手抄本 那个时候没有印刷数 所以只有他有有这一本 他所以只有他能念 那本书 你放在别人手里 还不能念 因为他没他没有那个 没有那个不能识字吗 所以呢 只有他能念 那结果这印刷数一来了 突然的第一个第一站就什么 就是这个这个 这个 Bible OK 也就是这个圣经 哗一下就是海量就出来了 过去呢 是整个呢 可能你这一村庄 几百口人 只有一本 现在哗一下 很可能几百口人 可能出来几百本 几十本 几百本 人手都可以拿一本 那个 这个印刷数呢 就是一个 对这个什么 当时的知识的传播 尤其是刚开始早期 对圣经的这个这个信息的传播 那么看一看 这个在这段时间 出现了这个突破以后 就出现了下一个突破 什么就是这个 religious reformation OK 就是这个宗教改革 就是这个原来是 是一切听这个教父的 变成什么 变成那个protestant 变成那个martin luther 跳出来了 说是是是 我们没必要听你讲 我自己看书就行 为什么 因为书现在已经是 whitely available 所以人都能看到圣经 所以呢 这样时候 这是一个 一个primary purpose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印刷数的出来上 主要的目的是 第一站是把这个 scripture 把圣经呢 使人人都能看到 那么就能看 看书 看圣经的人 就会肯定 就肯定就增加 打量增加 这是第一 那第二呢 随着这个呢 就印出了很多 其他的书籍 这些书籍呢 有的那就不一定 完完全全是圣经了 有可能是其他东西 那就出现了一个 新的这么一个 一个什么呢 一种 一种 一种潮流 不能说是一种 一个职业 因为还不能说 是一个职业 这个潮流呢 英文叫 secular scholarship 所以secular就是 世俗化的学者 OK secular世俗化 就什么意思 什么呢 就是在这个 神学 在宗教 圣经之外 出了这么一些 刊物 出了一些读物 出了一些文章 出了一些什么 各种各样的 这个嘛 然后呢 有些人呢 就看这个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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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印刷术 不只是 因圣经 我可以看看 这些东西 那么这个出现呢 出现了这种 世俗化的 这种读物 世俗化的 对读物感兴趣的 对有思考的 这些 这种潮流呢 就产生 就使着什么呢 使这个神学和哲学呢 就慢慢就开始 出现了裂痕了 过去 我在讲了 自从是 这个出现了 这个Christianity 公元00年 那个前后开始以后 实际上就是这个 这个宗教呢 基本就是神学和宗教呢 基本就把哲学呢 给绑住了 基本就是不能说 完全是一码事 但是已经非常非常 缠在一起了 但是现在呢 这个绑住呢 就慢慢就放松了 就是出现了什么 就出现了一个Rift 某种意义 像一个裂痕一样 这个裂痕呢 就是哲学和神学 慢慢慢慢 就是逐渐往两个方向走了 OK 那么基督教 我们先把这个神学 我们还是集中在 这个主要的 这个天主教 基督教的这个领域 OK 我们先不去研究 其他研究什么 什么这个伊斯兰了 或者什么佛教了 什么印度教 什么中国道教 什么这 这我就也懂的也不多 我主要还是研究 看看这个基督教 和这个宗教的 和这个哲学之间关系 那么基督教的这个神学 和哲学 这两个之间呢 从历史上呢 这样就慢慢 刚才讲了 就慢慢分开了 但是呢 在这个 在这个紧密的 这几千年的 这种互相的 这种演变的过程中呢 这么有一类人呢 他本身呢 就是专攻 专攻就是神学 所谓专攻神学 他的一辈子 就是在看各种各样的 这个 以这个 这个圣经有关的 这些论证 OK 看这论证就想 就想用这个呢 来证明上帝是存在的 因为他是 他是理论家嘛 他不像那个宗教的那些 纯粹宗教 他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说教 而这个是理论 我告诉你 为什么 你应该信上帝 因为你只有真正的相信了 你才会去相信这个宗教 所以他是后边的一个理论基础 而这些theologian 就是这些研究神学的 这一种人 这种 这一个人 这一类人吧 在他们的眼中呢 哲学呢 实际上呢 是给他们的一个工具 是一种 一种补充的工具 就是他们自己研究theologian 研究theology 是他们的主线 而这个哲学本身呢 实际上是 哲学是什么 哲学实际上就是思考 就是 就是没有一个 固定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套路 就是我就是在探寻真理 探寻知识 这就是哲学的基本的一个 一个描述 那么这种探寻思考的 这种思维方式 不管是Plato 还是Socrates 还是Aristotle 对于神学家来讲呢 这他都可以用 他都可以拿来用 为他自己的神学的 论证方法去用 你比如说像Socrates 有那种 那个那个 那个Sillogism 就是那种什么 这个什么A A意味着B B意味着C 因此A就意味着C 就是类似这种 这种逻辑推理过程 这都是 这上这都是 philosophy的一部分 但是你如果 Theologian 他在证明上帝存在的时候 OK 他希望有 希望用这些东西 那他就用 我们原来在另一个讲座里 讲那个Thomas Aquinas Thomas Aquinas 就是一个Theologian 也是一个Philosopher 但是他也是一个Theologian 他在证明上帝存在 他用那种逻辑 严谨的逻辑推证 用五步 一步一步一步推证 上帝存在 当然这里面 里面是有这个假设存在的 不完全是严格的 这种什么 Anyway 所以就是在他们眼中 这个什么 宗教 不是 这个哲学 是神学的补助工具 就像一个 像一个什么 你研究物理 OK 你今天你说 我上物理 上物理本科 OK 物理这个研究生 我研究物理 那你想你物理 你缺不了什么 你最不能缺就是数学 OK 数学就是你物理的一个 最关键 最关键的一个分子 你如果数学 跟这个底打不好的话 你研究物理 那就是瞎扯淡 OK 根本就研究不了 你连实验物理都做不了 甭说理论物理 你数学物理和数学 是紧密相关的 对吧 但是你反过来讲 你说我是 比如说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是研究烹调的 OK 我就研究 我就研究做饭 做的菜怎么那么好 那你说你还用研究微积分吗 你就用不着了 你就只会数数就行了 当然那是并不是说 是小看这个厨艺大师 只是说就是这个数学对于或者是philosophy对于这个哲学对于神学来讲 它是一种它的可以使用的很有用的一个工具 但是呢 也有少数的这种神学家呢 把这个这个他和哲学之间关系呢 看的不是那么友善 有些神学家就能感觉到这种哲学的这种这种抓根问底 我们原来讲像那个lightness那种追根问底 那种那种就是为了寻求一个事情的这种最终的真理 就是他们认为可以怎么样去论证 像socrates那种方法 就是那socratic dialogue socrates对话 那就是抓根问底啊 OK 任何东西你说什么是virtual 什么是moral 什么是这个是good 什么是bad 他就是一步一步那抓根问底 是死根 那这种情况对某些theologian来讲 他就会感觉这是一种威胁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么死 死之这种这种跟我一个劲的抬杠 某种印象就是socrates 就是一个抬杠大师啊 他跟你玩命的抬杠 OK 这个而且他的逻辑很严谨 抬杠抬杠到你最后是哭笑不得 那么那么这种这种这种神学家 对于这种哲学的这种 这种以抬杠方式去寻求真理 他感觉是一种威胁 因为你这么往下去追的话 那肯定是对这个他的这个上帝这个信念 有一定的动摇啊 但是呢 有些theologian呢 就是open minded 有些这种神学家 他就比较想了开 他说我们呢 不应该 我们的这个研究神学的这个理论技术 不应该受到 因为哲学的这种 这种毫不放弃的寻求的这种 抛根问底 或者抬杠的这种方式 在给这个威胁而后退 OK 不应该 因为我们呢 实际上是应该呢 什么呢 应该把他认为是帮助我们的工具 像前面讲的 他是在帮助我们 而不是在破坏我们的这个神学体系 OK 因为什么呢 就是这某种意义是出于他们的faith 出于他们的信仰 他说如果 OK 如果这个我们真正的这个什么 这个上帝是真正存在的 上帝不会允许哲学寻求真理的过程出现的结果 跟我们完完全全是相拧着的 相违背的 如果这样的话 那显然就是这上帝是不会让这种 他相信上帝出现是对的吗 所以呢 这个还是回到Thomas Aquinas Thomas Aquinas他的认为呢 就是他从他的角度来讲的哲学和神学呢 是还是两码事 他不把这混成一码事 他实际上他也研究哲学 但是他对神学研究 我感觉是研究比哲学更多一些 所以这是两个branch 就跟那个物理和化学一样 不完全一样 OK 那么那么而这个哲学呢 某种意义上呢 实际上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思维体系中的理性的那一部分 OK 这是Thomas Aquinas说 哲学是我们这种自然的思维能力的 这个这个能力的这个 理性范畴 OK 是Natural Mental Faculties and Our Senses 就是那种理性 就是我们去去推理那一部分 是属于哲学 而神学呢 更加倾向于什么呢 倾向于Divine Revelation Divine Revelation上就是什么呢 就是那种那种上帝给我的那种先知 神知告诉我的一些这种 就是你必须的是用这个信仰来得到的 用信仰来得到 你就必须得take it with faith 所以这个话实际上是Thomas Aquinas说的 但是实际上Thomas Aquinas在论证 上帝存在 他可是用的Rational Reasoning 他没有用Faith 所谓Faith就是说 你怎么论证上帝存在 论证上帝我要用这种 Theology的一个 其中的一个方法 就是说上帝只能是存在 这个东西 你咱们不能在这上讨论了 因为你不是上帝 你不可能知道上帝的这个无穷打什么这种力量 所以你只能接受上帝存在 那这种显然就是说 如果双方在这个程度上 以Theology的出发点 是以这样一个出发点的话 你就无法在下面去继续辩论了 但是你从哲学的角度来讲 你要说上帝让我论上帝存在 那我就跟你一步一步来 就跟着Thomas Aquinas 我刚才说他更像是Theologian 他在证明上帝存在 可是他用的方法是用Philosophical Reasoning OK 那么从这些Theologian 尤其是认为神学和哲学 实际上是分不开的这些Theologian 从他们的角度来讲 还是回到我刚才讲 既然我们相信上帝存在 既然我们知道上帝 给我们的一些Revelation 给我们的一些这种知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不可能允许我们神学和哲学之间 出现很严重的冲突 理念上的冲突 这种冲突 如果上帝 就是不是如果上帝的存在 是不允许我们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这种情况是一个危机 所以从这种角度来讲 他就认为 就是有些哲学家认为 就是哲学在这个时候 应该帮助神学去把这种冲突 把它化解 就是通过哲学的角度 怎么把它给弄通 但实际上你可以想想 这有多难 OK 这很难 因为你哲学 你怎么去论证一些 这个Theologian里面的那些 Revelation Incarnation 什么这个Divine 这个Prophet 这些东西 你哲学上很难论证了 确实有 OK 这个我确实看了一些文章 论证 那论证在绕来绕去 最后就彻底绕晕了 晕了头了 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当然也许 那个专门研究神学哲学 他最后绕着绕他自己 我找到了 这证明了 可以证明这个存在 所以现在还有很多人 可以相信这个 但是呢 但是呢 这个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 所有的这些Theologian 尤其是Theologian 对不排斥哲学的 这些神学家们 他们认为 就是我们应该 还是可以接受哲学 接受哲学的理性思考 接受哲学的 这种思考方式 但是呢 前提就是什么呢 他必须为我的 宗教的信仰而服务 OK 必须会就是 和我宗教信仰保持一致 在这个前提下 我可以接受 所以你看 就说到最后 他这一个底线 就是你可以去 去做这个理性思维 你可以去论证 你可以什么 但是你论证完了以后 你一定要和我现有的 这些Fundamental Religious Claim 我们后面会讲 这些Fundamental 这是宗教上最基本的一些教义 这些教义 你必须要跟他保持一致 那实际上就是等于说 你两边如果出现不一致的时候 说是上帝保证 这一致必须出来 他现在说了 这一致性向谁贴呢 向哪一边靠呢 不是向哲学这边靠 而是靠 向神学那边靠 神学那边是你的 这个Ultimate 而神学实际上是 本身是起始于Faith 而不是起始于Reasoning 所以用现在的话就是一切为党服务 OK 党媒姓党什么都姓党 OK 这关键的时候你可以说什么都行 但是有一条 我的党的这个教义 你不能动 你只要听我这个就行了 这类似概念 好 那我下面呢 就是说这个听着好像有点这个 还是有点这个绕吧 下面我把这神学和这个什么呢 和这个和这个哲学最关键的区别在哪 我把它阐述一下 这个神学哲学到底有哪些最关键的区别 第一 神学呢 实际上呢 它是起始于前面我上已经提到了 起始于一种Assumption 就是一种Granted Certain Facts About God 就是对上帝的一种先入为主的一些概念 就是你必须接受这个概念 你只要接受这个概念了 然后我们以这个概念再往下去论证别的 这个概念第一就是说上帝是存在的 第二呢 是上帝有Revelation Revelation就可以上帝可以告诉你一些你不知道的事 OK 这个Revelation实际上就是等于是一种 就是天上落下来从上帝传给你的一个知识 或者叫启示 应该是叫启示 OK 所以就是你必须相信呢 你这个你如果信教的话 你必须信上帝存在的 其次上帝可以对你有所启示 有启示 那么这个神学家呢 刚才讲了他可以完全可以使用这个 使用哲学里面的这种传统的 不是这种哲学从至古至今所有的内心哲学的已经 使用过的那种论证的方法都可以使用 OK 论证实书 但是呢 只有一个先学条件 就是你神学家用哲学论证的 前提就是你所论证的东西和论证的结果 论证的过程 不能以你刚才前面我说的这几个最基本的假设相违背 就是上帝是存在的 和上帝对你有启示 这些东西你不能违背 那实际上就什么呢 等于是说你要先在思想上搭一个框架 在这个框架里面 在这个上帝是存在和上帝给你有启示的这个框架里 你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哲学论证 OK 这就是theologian 所以在这个角度来看 就是你可以是哲学家 但是呢 你可以做哲学 但是你 你的哲学是在这个框架里面做 而一个哲学家来讲 假设我不是一个theologian 我是一个哲学家 我不是一个神学家 那我就没有任何的限制 我没有必要做任何的假设 任何的限制 我不会去做任何上帝 是否存在和不存在 OK 那么实际上说是这么说 但是过去这2000年 实际上有哪一个哲学家 在他论证的时候 没有假设上帝存在 直到最后真正的突破 到了像这个 像德卡尔的都没有 OK 德卡尔早期是想论证来论证去 最后他就 最后他还是论证 什么这个意识和身体是分开的 实际上某种意义 就言外之意 就是说身体可以不是上帝的 但是这个意识必须是上帝的 而真正到突破了 就是到了谁 到这个 这个这个 Spinoza这时候 他等于把上帝 他还是不不否定上帝存在 但是这个上帝 被他彻底给给给给给冲淡了 冲淡到整个宇宙的每一个 就是大自然了 但是呢 还是回到这 所以呢 在这上 就是哲学在这上呢 实际上的就是 从基本的哲学理念上来讲 我要是做一个哲学家 或者我做一个哲学思考 我就不应该受任何的约束 OK 这也是我在讲这个电影 这个这个系列的时候 思维漫游的一开始 第一节我就讲 实际上就是我们要做的 就是把思维彻底毫无边界 你只要这样的话 你才能去做一些 有意思的思考 OK 那么这个哲学上就是 就是就是以这种方式来做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可以马上就看到 那既然这样的话 那哲学里面的那个神学的那种 颜色就给冲淡了 就没有神学 如果严格的 你要去真正追寻哲学上的一些思考方式 它就变成了一个世俗化的思考方式 所谓世俗化 就是我这个思考方式 里面不没有必要做任何有关上帝 有关神的存在的假设 我没有 我不去做这个假设 因为没有必要 OK 我不去做 所以呢 就是说 这个什么呢 从从这点一对比 你就知道了 神学实际上呢 是一个带有一定框架约束的 利用哲学的思考方式 当然这框架就是神学 宗教里面的基本假设 而这个哲学呢 就没有 那所以从从这个 从这么一个主要的区别上来讲呢 所以我们就回到 这个回顾一下 我们讲的这个讲座 从一开始到现在 上我们的讲座里有大量的内容 大量的篇幅在花在了研究神的存在 研究上帝的存在 研究是这样的研究 那么研究 用用这个用这个数学研究 用什么这个计算机的模型来研究 用这个什么各种各样的这种 这种这种这种抽象 所以去研究研究来研究去 但实际上我 我没有任何地方说 你这个地方是禁区啊 不能碰 这个咱们都假设上帝存在 你就不能去再去问这个问题 我们不去做任何假设 所以这个呢 从某种意义上的上 我们在目前研究的上 基本可以说是在哲学范畴 而不是在神学范畴 尽管我们碰到了很多神学研究的 神学家的关心的话题 但是我们的角度跟他们完完全全不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不受他们的约束 OK 因为他们的 如果是一个 比如电视上有一个人 他说我是theologian 在两方discussion的时候 一个这个两边在进行辩论 或者这边站的 左边站的是一个 他说我是神学家 右边站的是我是哲学家 两人开始讨论的时候 实际上那个哲学家 只要问一个问题 这上Richard Dawkins就问过这个 Do you believe in God 他说I believe 说我believe in God 那实际上呢 这个在这个前提下 那我们的下面的话题就是 我们两个人 shall we discuss philosophy or shall we discuss theology 如果说那个theologian 可能说我们想discuss philosophy OK 那么philosophers就说 Do you believe in God 他说I do 那这个philosophers就说 那在这个前提下 我们俩无法讨论 我们俩无法进行讨论 因为你已经把框架 框在那里边了 我们就无法再往下走了 所以呢 这个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我想这个概念在这听着有点枯燥 但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我如果要想研究哲学 我就不受任何约束 比如说咱们举一个 举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一个例子吧 很简单一个例子 在这个宗教里面 在神学里面有一个概念 就是omniscience和omni benevolent God 就是这种无限 就是就是这种 无穷知的 知道就是对什么都知道 OK 就是万物都都知道的 这个上帝呢 是万物都知道 万物都是非常善的 就是对一切都好的 对一切都知道的 这是上帝的一个定义 中间的一部分 OK 那么这是一部分 另一部分呢 我们知道在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邪恶 OK 这个邪恶的概念 我在其他的历史讲座里 从纳粹到什么斯大林 我们看看那个历史上发生的一些事 几千万人就是就是莫名其妙被整死 OK 多数人被砍头 多数人被枪毙 这种邪恶 世界上的邪恶大量的存在 自古至今大量存在 在今天还有 还有大量的这个什么什么器官 一只乱七八糟的 那么这种邪恶的存在 和这种上帝的信念之间 就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反差 就是如果是上帝是万能的 上帝是万智 什么都知道 而且上帝的一切都为我们好 他为什么会存在这种邪恶 那这个是这种这个问题 你比如说啊 这个问题 你如果去问一个神学家的话 OK 他可能有两个角度来address 他用两个角度 他一个角度呢 他有两个可能性 他一个可能性呢 他就利用用哲学的角度去address OK 另一个在可能呢 就说这里面是上帝是 是故意的是怎么怎么样去要什么什么 就是我就是从神学完全在 就是他这个 不管他用什么样的角度去 去回答这个问题 他都叫起始于上帝是存在的 上帝是万物都知道的 上帝都是一切都为 是是是 Omni-present Omniscient Omni-benevolent 这个上帝存在 他以这些东西 这个前提下 他利用哲学的一些工具来寻找 寻找寻找他的这个 这个reconciliation reconciliation 就是寻找中间怎么样把这个 这个显然的这个矛盾 这个概念上的矛盾给他化解 但是假设我是一个哲学家的话 我就会指出来 你这个神学家 你怎么解释 你都不能把我给信服 因为你这里逻辑上永远会有出现漏洞 OK 因为你你只要说你上帝是无穷的 无穷是 然后你吃价还有邪恶 我现在就可以跟你说 这个这个 你怎么化解 你也化解不了 那我现在 我怎么解决 我就先把这上帝存在这个概念给你去掉 OK 上帝去呢 就是因为我什么我有一个radical skepticism 我对这个整个的这个这个前提假设 我提出一个疑问 这个疑问不应该建立在一个前提下 那在这样的话呢 我呢就只能说呢 这两个只能有一个 就是或者是 这世界上既然有Evil 就不可能有 这种 Omni Omni present Omniscient All powerful Omni benevolent Omni在英文里就是全部的所有的 全的全方位的 OK 这样的一个上帝是不可能存在 那那显然就是这个 这个philosopher 这个哲学家的这种 这种解决 或者思考问题的方法 显然是神学家不能接受的 所以你可以从这里就看出来 这个这两个概念 就是在这里有一什么 好 那么 那那那这个 这个问题实际上一直到了什么 到了这个 到了Spinoza 我们前面讲了很多的 这个Spinoza的时候 就出现了一个非常非常 Spinoza把这事就挑的特别开 在之前是 这都是 这都是 前面我们讲过很多人 都是因为这个都进监狱的 不不进监狱 被软禁 被烧死的 像那个哥白尼是被软禁一辈子 那个那个 那个Bruno是被烧死的 而这个谁呢 Spinoza的待遇也不是特别好 后面也是被排挤 但是他就说了一些非常的这种 大家都不愿意听的话了 他说第一呢 就是不管是你是天主教 还是伊斯兰教 OK 你这个教理 这就指出来 这完全就是说不好听的话 就是骗人的 OK 这就他说的话 就是 to deceive people and to constrain the minds of men 就是用来约束人们的思维方式的 而在这上 他对伊斯兰的批判是更加强烈 他说伊斯兰在这上比这个 比这个 比这个天主教还要更厉害 就是更去带有欺骗性 更去 去叫什么 就是洗脑欺骗 然后加上这个 这个约束人的思维方式 OK 那么 那么 为什么 为什么 有这种现象呢 他就指出来 就是因为这个什么 你这起始于刚才讲的那个框架 就会使你产生各种恐惧 各种希望 寄托更种欲望各种什么那种 那种那种对security的那种reliance 就是对安全感 然后使你干什么呢 你是整天去祷告 整天去去这个去这个什么去这个 呃去上供去去去牺牲 OK就是祭品 这一期这记那个的不同宗教里都有 各种各样的仪式 这这这等于是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你如果用哲学方法的这个思维方式 这些东西都是都是不make sense 我这说的好听话 不make sense 不好听话 就是说这都是bullshit OK 这都是bullshit 所以呢 这个什么呢 他这是一个 他这是一个指出来 再一个他指出来呢 所有这些对这些东西后面提供理论基础的主要的这些 这些这些leader OK 他们的任务实际上并不是为了上帝服务 而是为了他们的掌权者来服务 为了掌权 就是civil authority 就是掌握权力的 用用帮助这些掌握权力的人来统治这些老百姓 OK the result is a state religion that involves adulation and mysteries but not true worship of God 就是让他们等于他们实际上是在就像今天的所谓那个白岩松一样 OK 你听着他那种好像正人君子在那摇头晃脑或者鱼丹 OK 就这种人 就是你听着他说的像怎么回事 实际上他说的话都不是他的心里话 他完全是为了他的主族服务 用主族来控制老百姓 就愚民洗脑吧 就是类似的概念 这当然我这说的是等于是Spinoza用这个话来对他当时的这个Catholism 和上包括这个什么这个犹太教 他也是有类似的批评方法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说他记住了那跟你其这样你还不说你仔细用用这个什么用哲学的理念去研究圣经去哲学理念去思考圣经里面的这些东西 那就是意思就是什么你不要把你停留在theology而什么呢跳出来而是以哲学方法去思考 所以呢就是对这个什么圣经的解释对什么这个整个的这个这个这个里面的东西都不应该是完全去听那些theologian给你假设在这前提下你去圣经研究而什么呢用你自己的哲学理念然后建立你自己的概念建立你自己的这种思维方式 然后呢而这些东西呢很可能是从你的那个那个scripture里你是找不到的你必须自己去独立的去想就是放开ok放开不要去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什么这个受他的这个约束你在放开了不受约束的时候你就很可能会发现他们给你讲的很多都是假的都是错的都是有错叫什么这个谬论的所以你看这话多犀利这是这是一六几几年这个这个spinoza在这是非常什么所以他对这个什么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不只是基督教包括伊斯兰教包括什么这个其他的任何的这种organized religion他都有很强的这种 这种批判吧某种医生是一个批判吧所以呢从这个从这个从他的这个哲学的理念ok从哲学的角度上来讲他就说我们的哲学理性思维应该和神学的这种建立在信仰上的东西尽管神学并不完全是一个single faith而他是以这个faith为起点以这种信仰为起点进行各种论证就是这种东西 我们都不要不要完全的依靠ok我们不要完全依靠然后他指出来的上宗教的目的上并不是为了就是尤其这种organized religion这种目的不这些这些人不也这么说吗上主要是为了让你服务让你驯服让你去听话ok然后呢而这个什么呢而这个这个哲学的目的呢不是哲学目的让你寻找truth seek truth寻找事情的真相我不能说是真理寻找事情的真相然后通过你的理性思维和你的这个什么呢这个去寻找真相而这种寻找的过程和你的信仰往往是背道而驰的 是两个回合不相容的往往是你不能把一个臣服在另一个之下就是你像theologian你把philosophy臣服于你的信仰之下那你这个东西就不可能寻找到真相所以这还是说这个这个神学和这个哲学之间有这么一个比较比较这个清晰的这种分界线 某种意义上在spinoza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ok他指出来就是如果你的这个圣经你的scripture你的bible是你的这个世界万物真理之源ok那么这个呢他产生很强的疑问他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圣经ok给你提供的只是一种道德信息就是道德上的一些guidelineok比如说love your neighborlove your什么什么就是就是就是就等于是和谐嘛和谐社会大家别互相冷静整天你两人都 都是邻居动不动拿刀就把这邻居给砍了这这这都不应该这样ok所以呢这个什么呢这个这是一个再一个呢他指出来就是还是说刚才讲了philosophy和religion或者是philosophy和theology或者是reason和faith就是就是理性思维和和这种信仰这两个呢是两码事而且不应该互相侵犯当然这个互相侵犯上这两这两码事往往是冲突的但是在那个时候他只能说出来 不应该有互相侵犯啊这一节呢我们大概先讲到这这下一节呢我们就开始这什么呢就是把这个用哲学的理理性思维呢我们去探一探水怎么叫探一探水呢我们去到底看看这圣经里讲了些什么就是基督教里讲了些什么然后呢讲的这些东西呢我们呢不去就说哎这个上帝必须存在因此这只能处你不能去跟他就argue而我们呢就带上我们的这个哲学家 帽子通过哲学思考的方法我们去看看这里讲的东西到底是不是经得住理性思维或哲学思考思维的考验这个我们下一节接着讲